哈囉 大家好 我是煙焦人 昨日 今天這一集呢 我們是倒數黃金海岸 應該剩下幾天而已 大家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我已經準備出發黃金海岸馬拉松了 應該就是這個週末的禮拜天 就是我的參賽比賽時間了 當然現在我還沒有看到 拍攝當下我還沒有看到我的號碼簿 所以還沒有辦法提供給大家即時追蹤 但如果大家有興趣追蹤我的黃金海岸成績的話 可以繼續follow我的instagram 之後我也會在上面發布我的號碼簿 來提供給大家追蹤 那今天這支影片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在黃金海岸馬拉松倒數的最後一個月裡面 練了哪些內容 今天是我的黃金海岸倒數一個月 我今天是30公里後的第一個訓練 等一下準備輕鬆跑 然後大概一個小時吧 因為明天有一個配速課表要做 所以今天是輕鬆跑60分鐘 出發 OK 抵達終點 布蘭達12K 今天是普克 12公里 今天是應該是5分整啊 因為我們總共是跑40圈300公尺 OK 收抄明天見 真的倒數一個月 今天是6月4號 一個月後的今天 我將開始我的黃金海岸之旅 那今天呢 倒數一個月 我今天的訓練課表是跑一個12公里的比賽配速 等一下呢 會從田徑場總共要跑30圈 然後從4分 1圈大概是102秒 再來到100秒 最後的4公里是跑98秒 所以我是10圈 也就是4公里會變速一次 慢慢加速這樣 也是讓身體慢慢熱身 但開始之前還是稍微動一下 今天 還有一點點疲勞 因為禮拜六跑30公里 禮拜天休息 可是禮拜一我昨天有跑了一個12K慢跑 今天稍微動一下 應該是還可以 天氣算蠻涼爽的 好 動一動 準備出發 稍微熱身一下 30圈 配速跑 GO 其實是因為我最近的課表安排一個禮拜 會有禮拜二主要是做節奏跑 禮拜五 或禮拜四 就做一個間線的訓練 然後其他天就是慢跑為主 所以 我目前的安排長距離 還是以完成量為第一個目標 所以我在週間就必須要多做一點點的 速度 或者是比賽配速的課表 所以今天就剛好是 用比賽的配速來模擬跑12公里 但到時候我如果去黃金海岸 我是要用今天的秒數 要跑42公里耶 所以我今天12K 應該要輕鬆完成吧 希望可以啦 因為我剛剛還是去踩了一個訓練台 現在腳超痠的 熱身出發 OK 熱身完全 我們今天天氣熱身完之後好像沒有很涼 大概28度左右吧 而且人蠻多的 但準備出發 待會一開始的400公尺10圈 第一個是102秒 大概是100公尺要跑25.2秒 非常精準 就是半圈要跑51秒 一圈就是102 然後跑10圈之後慢慢降到100秒 最後10圈降到98秒 希望可以順利打標10圈補一次水 現在第二階段要跑100秒 比剛剛每圈快2秒 輕率現在162 11圈完了 還有19圈 就10圈 這樣的秒數 跑到98秒 最後啦 8K速度 現在輕跳 166 體達終點 12K 還不錯 剛跑了 秒數都有達到我們的目標配速 現在停下來 也還沒有到很喘 心率大概172 一開始是161左右 後面有稍微比較快一點 但因為配速也提升 但我覺得整體來說 算是身體狀況恢復還不錯 畢竟身體我覺得蠻疲勞 而且我剛在兩個小時前 還踩了一台 豐貴嘴的這個電競比賽 腳真的是蠻疲勞的 但今天這樣跑下來還可以 最後五圈 我用96秒 就是四分整的時間來完成 還不錯 第一天這樣應該有 開頭 開什麼 開得好頭彩 還有29天 繼續加油 可是你買頭彩都沒有 你都買樂透都沒見 可惡 接下來跟大家介紹的是 我已經使用了大約 兩個月左右的這個 Sennheiser Momentum Sport 運動耳機 那Sennheiser我覺得我比較喜歡的地方 最常用的場景是在跑步 那在跑步的時候 其實你在佩戴的時候 你也知道會流很多汗 但在佩戴的過程 流很多汗 如果它沒有勾槽設計 可以卡住裡面的話 其實是很容易在跑步的過程就掉下來 所以我很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 它在耳機的設計上 有多了一個這個耳氣 可以讓你抵住耳朵的這個勾槽 它的穩定性就變得很好 你在跑步的過程怎麼甩 其實它都不太容易掉下來 那第二個它其實也有 IP55的防水 所以你在跑步的過程 就算有流汗或是要潑水 也都不太需要擔心 那第二個我覺得最喜歡的地方 是SEN ANSER它的音質表現 畢竟它也是一個傳統的這個耳機老牌 所以它的音質表現真的是無話可說 尤其它在低音的表現 你在運動的時候 播一些比較 嗨一點的歌的時候 節拍很重的感受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耳機的音質 真的是很不一樣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它還有一個 ANC的降噪功能 像你在一些比較需要專注的地方 其實就可以打開降噪功能 讓你隔絕外面的聲音 但如果你在通勤的時候 就可以建議大家打開通透模式 你就可以收到外面的聲音 也可以聽到你裡面想聽的這個音樂 那我很喜歡的下一個點呢 就是SEN ANSER這個MOMENTUS PRO 它有這個運動感測器的功能 這功能呢 可以即時監控你的心率跟你的體溫 它的感測器 就在耳機內側這個黑黑的地方 那它在運動的過程中 就可以實時的去感應你的數據 那它也可以串連目前 各大的運動品牌的APP 都可以把這些數據 跟你的跑步的相關數據串在一起 所以是很方便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 等化器的功能我也很喜歡 它可以去調整 你比較喜歡的可能重音啊 高音低音頻 去調到一個你喜歡的模式 整個音質感受上會覺得 哇這個不只是運動耳機 它還有一般那種 音質表現很好的那種藍牙耳機的感覺 所以它就是可以自定義啦 那我是比較怕麻煩的 所以它這個等化器功能很方便 你可以直接打開低音增強 這是我平常運動的時候會打開的模式 但如果你在聽Podcast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關掉 然後打開這個Podcast模式 它就可以把語音清晰度的這個功能增加一點 那如果你是搭配它的充電盒使用 最常可以用到24小時的續航時間 比較特色的地方是它的耳機啊 這個入耳式的耳塞 跟這個耳旗的套徑有超級多種尺寸 你可以依照你的耳型大小去選擇最適配的狀態 在跑步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戴起來更加穩定舒適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預計在6月底7月初 會在台灣開始販售喔 今天是這禮拜的速度訓練 今天是禮拜五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訓練是800公尺8趟 待會我先前面已經熱身完畢了 然後800公尺目標是配92到94秒 休息時間是90秒 剛好有一個學長跟我一起跑 所以待會我就跟他 他是直接跑完12K 我是中間滑兩圈修一圈 所以目標8趟6.4公里 昨天忘記錄了 昨天是去踩訓練台的電競賽 所以今天腳有點疲勞 稍微做一點點速度 因為這個週末 還是有30K的長距離 91秒 OK 今天我的課表完成 剛剛是熱身2公里 然後跑了800公尺8趟 每一趟是跑90到92秒 原地修90秒 就是跑兩圈修一圈的感覺 然後配速大概350左右 今天整體狀況有點疲勞 但是有完成 因為我覺得相對於禮拜二的 直接跑12圈的這種節奏跑來講 今天還算是相對輕鬆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我覺得還OK 明天休息一天 禮拜天要跑這禮拜的長距離30公里 OK 接下來我們就到6月8號這天的訓練 那6月8號前一天是做間歇 這個禮拜的強度是要做30公里 那原本的目標配速是從5分斬慢慢加速到 目標4分半 但其實那天又有一群就是同學一起跟我跑 所以其實我整體的配速來說 也算是一下就被拉得蠻快的 所以最後的總均速是跑4分27秒 以配速來說 我的前面半段的里程 大概都配在4分25到4分30秒之間 然後一路到了大約是25公里之後 就大家都已經開始下車 只剩我自己獨跑最後的10公里左右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身體已經有點疲勞 也算是我第一次跑30公里 因為前面上個禮拜跑25 那這是第一次用4分30秒的配速跑30公里 其實最後10公里跑得蠻辛苦 那時候的身體狀況 第一個很熱 我們跑的時間是晚上5點半快6點的時候起跑 當天雖然有一點點風勢啊 但是以氣溫來看30度左右 那很悶熱 所以其實跑到後段水分流失蠻嚴重 就覺得身體的心率其實整體一直是偏高的 我那天的平均心率大概是162下 那其實相對於我自己在去年台北馬期間 用4分15秒左右的破三配速來跑的時候 其實平均心率還沒有這次用4分30秒跑30公里這麼高 所以算是我這個週期來說 第一次我覺得稍閒辛苦 然後長距來講也是有點硬的一次訓練 那還好最後跑完 最後的總時間2小時13分50秒 然後跑完30公里 所以在黃金海岸馬拉松倒數前一個月的第一週 6月3號到6月9號這個禮拜呢 我總共的里程是跑了75公里 那過程中進行了兩次輕鬆跑 然後兩次的節奏跑 那一次的就是長距離 所以總共是跑步5次 其他天就是休息或者是踩訓練台 那整體來講75公里也相對於在前一個禮拜 提升了大約6公里左右在單週裡面 那里程也從25到30 所以我覺得身體的疲療狀態 算在可能65%70%左右 再還可以接受還可以負荷 因為一個禮拜還是有去持續的放鬆治療 所以我覺得身體還算可以 那接下來就進到下一個禮拜 算是這整個週期當中最辛苦的一週 也是訓練量最大的一個禮拜 今天要跑4000公尺兩趟 配速應該是92到88秒 算是一個比較快的節奏跑 然後目標是跑4000公尺 希望可以跟上大家四圈兩趟 有點硬啊 那今天是要練一個800公尺的課表 其實前面原本是原定4000 但因為課表的前後關係有點調整 所以最後呢我當天是做了800公尺5趟 每一趟的配速大概是抓在83秒左右的配速 就是一圈83秒 這個也很多人問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很多人會看到我的REALS 有在發訓練影片的時候都很好奇說 配速講90秒一圈 然後80秒一圈是什麼意思 因為我平常練跑的通常是在400公尺的田徑場 所以我們會講單圈的秒數 像今天跑82到84秒 代表呢每公里是大概配3分25到3分30左右的一個配速 那用這樣的配速跑800公尺一趟 那原地休息的時間是休息2分20秒 所以我就是跑兩圈休一圈 跑兩圈休一圈 然後總共進行5趟 那那一天的狀態 其實我覺得身心狀況是還蠻OK的 就是身體其實我覺得 肌肉蠻健康的 而且很新鮮的感覺 所以跑速度來說 82到84秒雖然有點快 大概是3分20幾的配速 可是我覺得整體心肺功能來講 不會到太喘太疲勞 整個是可以讓我的 因為其實我大家有看到前面幾周的訓練 幾乎都是慢跑或是比賽配速 沒有把強度拉高的情況 其實身體啊會有一點點忘記怎麼跑快 所以就稍微用這樣800公尺的短間歇來刺激 也算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課程內容 剛好是跟這禮拜的節奏跑做一個前後調換 所以我是跑800公尺5次 然後每次是跑3分20秒 原地休2分20 那一天的狀況我覺得整體還不錯 那我們就來看明天的訓練 今天要跑12公里 然後是這個禮拜的輕鬆跑 下一小時5分數左右 明天會有一個稍微強度的課表 所以今天稍微輕鬆一點 OK 準備出發 從頭上拿下來 有點不好拿 但還可以 接下來洗到胸口 5分05左右 今天超爆熱 2公里 5分10秒 OK 準備折返 先2公里折返一次 6K 6K 老闆 5分05 那其實那天我在合體跑的天氣也滿悶熱 是下午大概5點左右出發 所以整體是感覺快下雨下不下來的那種悶熱感 那那天跑了一個小時 我覺得小小辛苦 就是以這個12K的均速5分數來講 不應該太累 可是我那天的心率其實也 不會太低 就大概135左右的平均心跳 就是跑起來身體是覺得疲勞的 可是心肺功能來說 好像還可以接受 因為應該是跟前一天的這個800公尺的間歇速度 多少有點關係 接下來我們明天就要來做一個 這禮拜的節奏訓練 還有跟大家分享一個這個Sennheiser耳機 我自己很喜歡的地方 就是它有這個觸控的手勢 這個功能呢在跑步當中 你就不用一直去找我到底要碰哪裡 其實耳朵這邊還有一個小小凸起來的肉 你只要在這邊點兩下 或點三下 你就可以設定你的自訂手勢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設定它可能是播放 暫停或跳下一首 甚至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接電話了 掛掉 超級方便 我覺得在跑步當中 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欸 好 它停了 在跑步當中 你就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來控制你的手機 要操作什麼功能 畢竟你不可能手機拿著 這個時候敲兩下 超級方便 今天要來試穿我的新鞋 因為這次黃金來想要穿這段Paris比賽 今天的課表是要跑4分10秒比賽配速 15公里 所以等一下先試試看穿Paris感覺怎麼樣 新鞋直接上了還沒穿過 測試我今天的新鞋 亞瑟寺Paris Sky 希望今天可以順利跑完4分10秒 15公里 不然今天天氣真的是超熱 OK 走吧 準備囉 3 2 1 GO 第一公里 4分08 很快了 其實目標快一點點 稍降一下 可以一起跑比較快一點 第5K 10分10秒 第二趟 上坡保守一點 撐一下 下坡了 輕率有點高 等下可能要看狀況 第三趟搞不好只能跑3K了 怕水嗎 13K完成 今天跑了均速4分11秒 總共的里程是13公里 好累 可能昨天跑一個小時身體還沒有恢復 今天穿新鞋 直接跑也有一點點沒那麼適應 可能還要跟他培養一下感情 因為我剛剛這樣跑完 大概8公里左右 我的前掌 左前掌的 肉墊的地方 就感覺有水泡了 有點痛 可能是襪子沒有那麼合適吧 不知道 還要再試試看 練習結束 禮拜五 明天可能輕鬆跑 禮拜六休息一天 禮拜天跑30公里 跟你講 如果是這樣水泡的時候 就是男生把它戳破 把水擠出來 明天就可以訓練 不要跟教練說什麼 你腳七水泡不能練 騙人 好 明天繼續 今天是水拜最後日常距離了 大包小包 甚至帶了薄冰袋 把水沖放在裡面 加油 30K 現在早上4點半 早上5點鐘的浦和橋 還沒有人啊 今天要跑30公里 應該要跑兩個小時 15分左右 所以早點來跑 才不會這麼熱 上10K了 目前大概跑了45分鐘 4分0吧 好 完30公里了 今天的均速跟上禮拜一樣 4分27 2小時13分半 我覺得今天狀況還不錯 我這禮拜到最後8公里開始加速 大概都跑在220 他的420太快了 大概4分20 然後最後5公里跑4分15左右 其實整體來說還不錯 而且這禮拜里程 還比上禮拜多了10到15公里 多週跑量 這禮拜到目前禮拜六已經84K了 所以我覺得整體還不錯 體能又回來的感覺 這個後段 肌力撐得比較適宜 這是我今天第二次穿這張 Paris 又騎水泡啦 感覺是同一個地方 好啦 這禮拜訓練結束 明天輕鬆跑 跨到10K 這禮拜里程錯到95 OK 那大家看到的這個就是我 在賽前一個月的最後前兩週訓練 我個人認為這次的準備相比於上一次倫敦馬拉松 其實是完整很多啦 不論是里程、時間或者是身體的狀態 我覺得各方面其實都還算有逐漸的步入軌道 當然中間在5月初有一個小小的閃到腰 那時候訓練有點中斷 但我覺得以訓練里程跟時速來講也是逐漸堆疊的 像大家現在看到的影片的這兩週 其實我的週跑量 從6月的第一個禮拜是76公里 第二個禮拜是85公里 那訓練時間也從6小時延展到6小時45 但是如果往前回推看前幾週的話 其實前幾週的週跑量大概都在60公里上下 然後訓練的時間也大概5個小時多而已 所以其實整體來講 訓練量逐漸往上吃的情況 稍微腳有點快吃不消啦 但我覺得我也很積極的在做治療或是恢復 所以目前還算是跟腳 欸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要找到一個平衡點 他們還目前hold的很好 那最後這兩週也是 大家看到比賽應該已經準備的差不多了 所以我會努力把身體調整到位 越來越接近比賽的狀態 很多細節就要更加注意 那這次比賽目標也希望可以順利在 2小時53分左右的時間來完賽 這是我目前訂下的三四目標 但如果到時候在實際訓練狀況有出了什麼狀態的話 我可能會在IG跟大家更新 但我自己目標就是希望可以順利的跑在2小時53分以內來完成 那接下來呢也要跟大家玩一個小小的預測活動 上一次倫敦馬拉松 預測有點讓大家失望了 就是距離那個落差有點大 後面沒有跑好 所以其實大家有點 預測的都很不錯 讓我自己沒有跑好 所以成績有點落差 所以這次呢也要來跟大家玩一個小小的預測活動 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 這次黃金海岸馬拉松 我的完賽時間 大概會在幾小時幾分鐘幾秒完成 我們會抽出一位 不是抽 應該說我們會選出一位 最接近最接近我完賽時間的這個觀眾 然後把我們這次黃金海岸馬拉松 找到的這個周邊商品 買一個回去送給你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就是預測這次哲瑞Jerry 預計可以多少時間完賽 那範例呢參考就是 兩個小時55分03秒 類似像這樣 那大家記得在比賽前一天 所以我們比賽是7月7號嘛 在7月6號 台灣時間的晚上8點 我們就截止囉 OK 7月6號的晚上8點 我們就截止收留言 所以如果在7月6號以後 留言的話 就不算啦 OK 希望可以在這次順利打標 我的BQ之路 這次副本範外篇 我覺得算是準備得很辛苦啦 尤其在台灣現在的賽事是 幾乎沒有比賽的情況下 而且動輒30度的高溫 我都只能在週末4點多起床 去外面跑長距離 或者是在晚上下完雨之後趕快出去跑 有才有辦法讓身體比較適應這種 長時間長距離的狀態 但也很開心的是 黃金海岸當下的天氣 大約是在11到15度左右之間 所以希望在天氣比較涼爽的情況 可以跑出還不錯的成績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這邊結束囉 我是你的家人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你在看了我最後賽前兩週 準備的這些心得 跟我分享一下 記得也要留下你的預測成績 才可以參加這次的算是預測活動 OK 我是你的家長距離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